落叶随风飘下很浪漫 但是如果这个落叶像巴掌大的话 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南投中心新村网集集的省道 整排的桃花西木道的春天 狂吊叶子 民众骑车过去哗啦啦的 这个巴掌大的叶子砸在脸上 很多人都吓了一大跳 而且呢叶子呢遇到下雨天 很容易打滑 附近的民众跟经过的路人都困扰不已 黄的橘的红的叶子满满一整排 风一吹一片片金黄落叶 撒在地上好浪漫 但是实际走进这美丽的景色中 怎么会这样 哗啦哗啦叶子迎面而来 它的银声可能就会打在 机车骑士岭上 而且车子一过 就像狂风扫落叶 卷起漫天的叶子 春天以前 大概农立点过后那段时间 会大量全部落光光 全部落到 市场没有一个事 然后落完以后 在整个在门牙 民众实在很困扰 因为桃花新木每到春天就狂掉叶子 天天早扫不干净 数量一多很容易滑倒 比较清 它算不错 比较厚 这流在 这肚子是什么都会蜜色 对 没有啊 不然肚子都蜂蜂 那蜜色啊 蜜色就流了 蜜色就流了 要小心美丽的落叶 变成摔车杀手 最后公寓的南投采访某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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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